国际情势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钦策署了命令 他表示乌克兰所占领的四个地区宣布进入到戒严状态 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带你来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那么现在还在乌东以及乌南地区有不少的战事发生 不过我们来看到现在俄罗斯再出招了 在他们占领的四周内说要来宣布进入到了戒严 这个俄罗斯是在10月19号的时候宣告进入戒严 随即在20号就生效 不过还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说这里头戒严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那依照这个惯例应该是在三天内就会来公布相关的细节 俄罗斯总统普钦就说目前的情况 是有必要来向俄罗斯所有这个地区的负责人赋予他们额外的权利 那当然呢其实俄罗斯的驻乌克兰最高司令苏罗维金 他也说因为俄罗斯军队确实现在面对到比较困难的形势 所以像是在赫尔松的部分昨天开始也已经撤离平民 而且在七天内是禁止进入 面对俄罗斯自杀式的无人机攻势北约附近呢 近日呢是将交付防空系统给乌克兰协助他们防御 再把时间交给作合 好现在俄乌战争进入到延长赛 当然大家也是要比说到底背后呢 实力有多少这个后援补给能不能跟上 我们就来看到现在西方国家呢 他们说要支柱这个乌克兰 像是呢就提供了这个防空系统 这是由德国已经交付了 另外美国也说要提供六套的国际先进防空系统 说未来准备就要来给了 不过呢其实这些系统都是用来 对付像是战机啊 巡弋弹道飞弹呢 那这些呢都是比较高价值的 可是现在俄罗斯他们其实使用的方式 比较多是像是这个无人机 如果只是用来对付造价 只有两万美元相当于64万台币的无人机 无疑呢是这不服太大的效益 所以现在呢这个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他就说近期也会向乌克兰来提供数百个干扰器 那么还说会用这个干扰器的方式 使得俄罗斯和伊朗的无人机失效 好根据了乌国的情资 普京呢今年的春天确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 更多的资讯我们交给作恒来说明 好每隔一段时间 普京的身体状况就会再度的被拿来做讨论 那么看到现在就乌克兰的情报指出说 普京其实身体状况早就已经不佳了 这是乌克兰的情报局长布达诺夫 他就说其实普京在春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但是没有明确说到底是什么健康问题 还说啊对于普京还活着吗 打上了问号 还说等到了俄罗斯联邦全力移交的那一刻 也许这个事实的真相才能够明朗 那么呢美国的CIA局长伯恩斯他也提到说 确实关于普京健康状况的谣言非常多 但是他持不同的意见 他说据他们的了解 其实普京现在是身体真的很健康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